近日,被称为歪脸女孩的红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无论是她外貌的华丽改变 还是她身处困境仍旧积极向上的心态 都成为了人们讨论的焦点 8月24日,记者在其整形的医院 见到了这位已经重获新生的姑娘 如今,许多人都听说了歪脸女孩的故事 出生在辽宁省建昌县一个小村庄的红秋 在2020年之前的十多年间 她的世界即便在阳光下也是黑暗的 12岁因病造成面部畸形 2013年母亲患癌离世 紧隔三年,父亲又遭遇车祸撒手人寰 心怀梦想却因长相被拒之门外 不过即便自卑,即便经常碰壁 这个姑娘却并未放弃 最终在多方的帮助下 通过一场极为复杂的手术 红秋从外到里的发生了改变 成为了一名笑脸姑娘 开始迎接新生活 就可能以前就是那个样子 也不爱出去玩,闹啥的 也不喜欢去亲戚家,朋友家 觉得那个样子去人家就可能 自己心理上就不想去吧 但现在就是完全可以接受了嘛 就从完全从以前那种抗拒状态 然后到现在一个就是很欣然接受 可以就是甚至想主动去 去那个联系啊玩什么的 从外联女孩到笑脸姑娘 红秋的改变不仅仅在外貌 内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除了自身的不限努力外 他人的鼓励和关爱更是密不可分 为红秋进行手术的沈阳某整形 外科医院负责人告诉记者 重塑外貌很重要 重塑心理则更为重要 更重要的是让他心理 重塑心理变得阳光自信 我们这重塑心理呢 我们有定期的心理医生给他辅导 我们的护士就充当心理 我们已经起到这个心理医生的作用 我们是一个团队 在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每一天 在什么时间段给他进行心理疏导 我们进行什么样的时间 带他就是进入到这个人群这种交流 所以其实一个自卑到自信 是一个一套完整的一个过程 为了能够让红秋快速从黑暗的人生中摆脱出来 院方在充分准备并和红秋多次商讨后 采取了十分复杂并且难度极高的手术方案 让三年多的重塑过程浓缩到了异常手术当中 有很多手术构成的 当个手术其实我们平时也是常见的 常做的手术 虽然是复杂 但是也不是非常少见 那么在他身上 这难的难的 我们要一起把这些手术都要做下来 而且最大努力就是不让他输血 不让输血 输血少 也就是床上最少 而且效果一次成型 一次完成 这是最大的难点 如今红秋的改变不仅可以看到 更是可以感受到 许多见证了红秋面部重塑的人都告诉记者 很难想象 如果不是亲眼见证 现今这个开朗并且充满希望的红秋 与手术前的他是同一个人 而对于红秋 虽然现今如同新生 但他的理想仍未改变 那就是留在姥姥老爷身边当一名教师 帮助家乡的孩子